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 真的是在做功德 台南麻豆井分局有11个泰出所其资 购买30个暴闪灯装 设在依照市路段 入夜后会发出蓝 红灯光警示 减少车祸效果好 去年分局辖区A1类交通事故 造成19人死亡 今年1到11月A1类死亡10人 减少9人 功德无量 分局长蔡静月说 车祸造成人员死伤 家庭可能因此破碎 影响社会层面大 警察整顿交通不是只有取缔告发 预防车祸发生才是上册 一个暴闪灯警示灯将近4000元 如果能因此减少车祸发生 降低人命损伤 千花的值得好是一件 分局的11个泰出所 有的或仅有占支持 有的有社区民众捐赠 加上远景也出点钱 今年初集资先购买15个暴闪灯 并再派出所辖内依照式路段 路口装设 因警示减少车祸的效果不错 今天由集资买了15个暴闪灯 近日就会装设 暴闪灯装有太阳能光电板供电 入夜后自动点亮闪灯 LED灯发出的蓝红色灯光 十分醒目很像警车车顶的警示灯 用路人远远的看到以为前游警车就会减速慢行 达到再依照式路段减少车祸发生的效果 麻豆分局交通组组长宋文达说 去年分局辖区A1类交通事故 24小时内死亡造成19人死亡 A2类交通事故有人受伤 有1404件装了暴闪灯后 今年A1类车祸死亡降到10人 A2类交通事故降到1221件 A2类交通事故